故事一,穿黑衣之人,喧闹的电车站内人流穿梭不息,他们忙碌奔波,面无表情。 这里有个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男孩,男孩在母亲打电话的时候趁机挣脱他的手掌,向远处跑去,此刻母亲也顾不上电话连忙追去。 当他终于追上男孩的那刻,看到男孩坐在地上,在身旁站着一个男人盯着他,仿佛担心他走丢抑或是遇上人贩子。 不过他的热心与他的表情完全不符,一脸漠视,言语冷淡。 女人带着男孩来到了站台的边上,他嘱咐男孩一定不要乱跑,因为这里很是危险,可男孩如果听话,那他就不叫熊孩子了。 男孩继续自顾自地走动,女人无奈只有上前把他拉住,还是这是一个女子同样站在站台边上,只不过他面如死灰一脸生无可怜的样子。 当电车即将进站的时候,他不由地朝前迈了一步越过了警示线。 当电车已经进站当电车鸣笛响起的瞬间,一双皮鞋同样来到了女子的旁边。 女人下意识挡住孩子的双眼,同时也看到了吵极诡异与恐怖的画面。 一瞬间,站内的空气仿佛凝结所有人都被按下了暂停键。 除了一个离得最近的女人尖叫,除了奔向这里的站内工作人员,其他所有人都保持原样站在那里。 唯有恐慌,麻木不仁,甚至最后女人都忘记捂住孩子眼睛了。 晚上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,女人却失眠了,因为她一闭上眼睛就会不由地想起站内的画面。 尤其是那个男人的诡异微笑,更像是印在她脑海中挥之不掉。 女人的老公听到这在查看有关新闻后,就疑惑地质问女人她确定是看到了两个人吗? 那为什么新闻上却说只有一个女子呢?不想听到这,女人就更加惊恐不安了。 如果出事的只有一个人,那么她看到的微笑难是鬼吗? 女人是从事星座算命这方面工作的。 很久之后的一天,她受邀给另一位女子看事,她看出这女子是有心事的, 就对她表示要把心理事说出来,找个人多交流下这样也许会有所帮助。 于是这个女子就拿出一张照片,她让女主把照片扩大看她老公身后, 然后女主就再次看到那个微笑的诡异男人。 之后为了帮助她,女主随她回家了。 女人说她老公其实是个很善谈的人,自从出事后就变得阴沉,沉默寡言, 并且回到家后还总盯着一个方向看。 当女主也顺着她的方向看去时,她就看到一个影子站在窗帘后, 见此,女主仗着胆子走去打开室内的灯,那影子瞬间消失不见。 事已至此男人坦白,前一阵她和同事吃饭喝多了, 在回家的途中就遇到自杀的了。 当时她不顾警察阻拦的说什么也要拍几张照片, 结果,就看到这个诡异的微笑男了,还是从那天起她就跟着自己, 把一个开朗的自己变得无比阴沉。 女主听后说不仅如此吧,见到她后还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吧。 没想到刚说到这男人突然笑得诡异,笑得淫荡,紧接着就双眼泛白的对女主感受。 但是他们都没有死,几天后男人叫了法师来家中取血, 同时还邀请女主过来参观,法师过后男人变得开朗也恢复了以前的积极向上。 而那个微笑男,则又有了新的目标,故事到此结束,等故事时长十四分五十二秒。 真正做到了短小惊悍,要不说这种小短片还得看着恐惧。 片中的微笑男邪恶的化身实锤了,但并不是所有人遇上她都会挂。 男人和女主就活得很好,她只是会扩大你的负面情绪,甚至是让你有一点点响使的冲动。 所以说无论到什么时候,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很重要,毕竟活着,才一切极有可能。 故事二坡上的房子,女人怀孕了即将临盆,攒了这么多年也算小有家底。 为了摆脱出租屋给小孩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,他们夫妻决定买房子。 他们看了几处房子,还行,就是预算抄了,于是就让中介带他们看与他们预算相符的房子。 只是销售这个阴沉的表情,似乎把这对夫妻惊到了, 之后销售驾车带着他们来到了离车站很远的郊区。 途中女人好似看到一个小孩蹲在马路中央,这迫使她急切地喊了声停车。 但车停后他们检查四周什么都没有,男人为自己老婆是多向销售道歉。 销售听后一脸同情。 来到这栋房子门口,这里有块被火烧过的痕迹让她多瞅了瞅。 再一进门,这里座北朝南阳光正好屋渍又大,最主要是物美嫁连她老公一眼就相中了。 但是,女人犯了疑惑,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这么便宜?销售给出的解释是离车站远。 但真的如此了,男人在与销售谈,女人则挨个屋子的参观,果然不久之后她就发现情况了。 这里的衣柜中竟然有好多道夫,好好的人家里为何会有这些东西? 刚想到这她又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顺着声音寻去她就发现了这个地下储物室。 但是,女人站在入口望了许久,正看着入神她老公的一巴掌把她惊得险些就把孩子生在这。 老公对这里很是满意,看到储物室更是开心的不得了,因为她知道女人最喜爱囤积东西,正想着再朝里看她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。 再进去拿出来一看,竟然还是一张符咒。 男人没有在意,可女人却让她赶紧送回去,事后再顺着窗户向前瞭望。 女人才明白这里为何便宜,原来是坟警方,销售说的话很是委婉,大概意思是穷就不要考虑的太多。 女人在牧群中再次看到那个女孩,诡异的是她老公根本看不到,他们不相信她的话。 只当她这就是运气一神一鬼正,女人也不废话了要回车中等待。 然而刚走出门她就再次看到那女孩了,与之前不一样的是,这次女孩带有攻击性。 一下子就把女人吓晕了过去,女人的晕倒引起了她老公的注意,于是这次看房又草草结束。 晚上女人回到出租屋内查着资料,结果就有惊人发现,她立刻让老公过来看,看那栋房子曾经发生过重大火灾,是一栋拥有魂环的房子。 白天他们见到的只是翻新后的样子,看到这男人庆幸没有立即买下,不然毁之晚已。 而此刻女人的眼神就仿佛是在说,你看不是我一神一鬼吧? 现在再嬉嬉想来,那女孩应该就是当年那栋房子中的遇难者。 她从开始的阻拦到最后的惊吓,就是要吓走这些要买那栋房子的人,只因这里是她的家。 故事到此结束,故事三楼梯,每个人的童年阴影都不相同,可能是某部电影,某个故事或某件物品,但女人的童年阴影则是家里的楼梯和窗外的景。 成年后女人有了孩子,带着孩子回娘家的时候,她陪着儿子看她小时候的相片。 一时间思绪万千,记忆也回到了从前。 那个时候女人的胆子很小,当她家门口的警钟发生了某件事后,她的胆子就更小了甚至连厕所都不敢去。 夜里只有叫起睡在旁边的妹妹童去,可是走到楼梯下的时候,她总能看到一个女人抱着孩子的影子。 不过当她开灯后,那里又什么都没有。有妹妹陪女人还是很怕,顿坑的时候总会叫几句妹妹的名字。 听到妹妹回应她才会放心变脸,之后几分钟重复一次以上行为。 可是偶尔两天这样还行,每天如此就会影响妹妹的休息。 妹妹休息不好白天犯困这件事就被母亲知道了。 母亲很是愤怒,因为在这个家里有个规矩,就是不许起宴,晚上就只能睡觉时不能在家里乱溜达的。 姐姐这样的行为无疑是惹怒了母亲。 被母亲好一通斥责,姐姐很怕就要借宿在奶奶家中。 夜里恍惚间她仿佛看到了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,再看那竟是挂着的一件衣服。 姐姐瞬间安心准备好好睡一觉,可下一瞬间她妈突然出现,二话不说强硬地把她拉了回去。 她妈粗鲁的行为把这老两口都吓傻了。 这一夜,走廊内的灯闪了一宿。 几天之后,她照常起夜,本来想继续叫妹妹陪的,又怕母亲知道只有自己仗着胆子下了楼。 然而从洗手间走出之后她就又又看到那个诡异的女人。 姐姐被吓得不敢抬头只想快速离开这里,再回到房间躲进被子里不敢发出一丝声响。 于是第二天,家里一切都似乎于往常一样,母亲在厨房忙碌着,她则坐在餐桌前等待着唯独不见妹妹。 姐姐没忍住朝着母亲问了一嘴,她母亲回答可能是出去玩了吧。 话后不久姐姐的爷爷奶奶来了,与之同行的还有一个法师,他们叫走了母亲来到院中那口井旁说着什么。 天课后那法师给了母亲一张符,之后他们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看向站在窗边的姐姐。 画面再回到现实,这道符贴在这里已经有好多年了,多年后的姐姐也了解到当年有关那口井的故事了,那个时候她经常能看到的女票就是跳进那口井自尽的。 她当时还抱着孩子,不过事后听说那孩子的一体不见了,一旁的母亲听到着明显不愿多谈,女人见此也准备转身就走。 忽然,她注意到那符纸微微欠起,她便走过去按牙交代,可紧接着她的手停住了,她犹豫了一下,最终把符纸接下。 但当她看到了符纸后背的字是她被惊的下意识丢下她,再朝着母亲那里看去,她看到她儿子此刻站在窗前向那口井望去,似乎是察觉到她的目光。 她母亲转身看向她,此时此景又一如那个年轻的母亲回头凝望。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,恐怖氛围蛮不错的,有点怪谈新耳带系列那个意思了。 前三集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地铁,房间,厕所等等,总之是发扬了日恐惧对日常空间的各个鸡脚嘎啦的挖掘。 恐怖氛围也是直接拉满,看着完全没有特别尬的时候,很容易直接带入剧情,配得上短小惊悍。 所以这个我是真推荐,有喜欢的有时间的还是建议去看个原片。 第四集不是那里,小惠入职了一家收拾卫生的公司,上班第一天她就迟到了。 这让负责带她干活的怡腾很不开心。 再来到干活的地点,小惠下车就闻到了一股很难闻的臭味。 对此怡腾解释说,别担心,老人的遗体已经被处理完了。 开门后更大的一股腐臭为直面扑鼻。 可怡腾却跟美食人一样还双手合十对着屋内拜了一下。 见她如此,小惠也赶忙参拜。 在走进屋,怡腾说借债之类的文书保留好,其他一律按照垃圾处理。 小惠是新人听话照办。 小小的房间内除了生火垃圾外,一些用过的成人纸尿库直接占据了小半空间。 小惠在收拾的时候就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。 再顺着那阵声音寻去她发现了一个小盒子。 打开之后小惠被惊到了,里面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东西还生了很多蛆虫。 可等一腾来到她身旁,那里就是一个干布垃圾的什么东西。 看到这小惠也懵了,刚刚是眼花了吗? 继续工作她又听到厕所中有声音。 打开再看里面全是爸爸让小惠不忍直视一阵干额。 带一腾走过来厕所那瞬间整洁如星,仿佛刚刚的又是幻觉。 连续两次这样,一腾有小脾气了,都能这样下去活就干不完了。 转眼一上午过去了,这里的卫生也即将搞完。 小惠看到一腾突然蹲在房间角落不动了,走过去她就听到她说。 她一手一本母子健康手册,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照片。 上面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儿子。 离开时,一腾继续认真参拜。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,当他们走后,房间内的厕所门突然自动打开。 夜里,忙碌了一天的一腾买了好多东西回家。 她家里不大乱乱的还有几袋垃圾。 桌子上供奉的审位应该是她的母亲。 而一腾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电视喝着啤酒惬意无比。 几天后,公司里的人就对小惠说一腾矿工好多天了。 她想邀请小惠一起去看一看,再来到一腾的家。 他们发现一腾好像受了很多憔悴不少,同时与一腾聊着。 小惠的视线却注意到一腾的身后,这一看她好像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 所以她建议一腾还是赶紧离开这里。 然而话才刚说出口,一腾就明确地告诉她。 话后走廊内的灯开始乱闪,一个鬼影来到一腾背后,并在下一瞬间她抓住了小惠。 而后小惠一时恍惚,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一个狭窄的卫生间内。 在这里她看到了一腾身后的那个女挑,再然后她一时回归,仿佛刚刚的还是幻觉。 第二天一腾继续矿工,小惠开始翻看资料才知道, 之间她和一腾收拾的那所房子曾住着一个老太太,67岁,死在厕所内。 据说是一腾居住过的儿子报警的,即使这样发现一体时也是死亡数日了。 刚看到这,公司内的电话响了,接通后发现是一腾打过来的。 她首先为自己缺勤而道歉,其次是对小惠说自己已经完全好了呢。 然后,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 个人理解这个故事很简单,一腾就是这个老太太的儿子。 虽然剧中没有说明了,开始同事递给她资料,她看都不看直接丢汽车衣表台上了。 当时同事都惊呆了,这个任务很可能就是她隐藏身份委托他们公司做的。 再就是她先后进屋都很虔诚以及对那张相片的感慨。 另外她家中供奉着母亲的遗像。 小惠和同事去见一腾的时候曾有过一阵幻觉。 她见过老太太,虽然那张脸腐烂不堪,但是她那轮廓全股什么的和一腾家那个照片很相符。 老太太是在厕所中没的,按剧情的意思是跟一腾有很大关系。 收拾卫生的时候小惠曾发现很多成人纸尿裤。 这说明这个老太太基本是卧床多年,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。 所以这一腾可能就干了这个大逆不道之事。 你们大概明白那个意思就好,说太明白就发不出来了。 另外剧里还有两个点,个人觉得挺恶心的即使不说,主线故事也没啥影响。 所以就不说了吧。 小惠第一次看到声区的那个是齐代,后面资料中有写是齐代河。 一般父母比较珍惜这个说明她很爱自己的儿子。 那最后老太太虽然没了,但还是搬去和儿子住,这也无可厚非吧。 那么第五集陪葬隧道,小惠有个妹妹叫小西。 一天小西的朋友邀请她去傀儡领玩。 小惠听后就很震惊,因为那里是个很出名的灵异之地。 对此小西就说只是去门口看看。 我不进去。 与她一起同行的有她的男友小帅。 小帅的哥们小王和小王的女友小妹。 一行四人驾车愉快前往傀儡领。 只是途中小西发现小美总是时不时地恶毒地盯着小王。 她搞不懂这是怎么了但也不想多管闲事。 他们下午出发的,到傀儡领已经天黑了。 小西确实就如自己所说的一样就在门口看看说啥不进去。 那小王就决定和小美进去看看,把小帅留下陪小西。 这两个人一进去就没了声音。 小西和小帅等了许久,都等着坐到了一起。 突然,小美不知从哪突然冒出疯狂地敲着玻璃让开门。 等车门开了她又急切地让小帅赶紧开车。 小帅想问小王呢?小美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忙成来不及解释了再晚他们就追上来了。 这个地方这样的小美再配上这样的台词。 小帅瞬间几倍发寒启动车子踩下油门。 油门都踩到底了,小美还闲慢一个劲的催促快点快点再快点。 可是因为天太黑,小帅没看清弯道险些驶入崖底。 车停的一瞬间所有人都进入寒蝉不敢发出一丝声响。 也没注意到车的旁边似乎有个鬼影。 冷静片刻小帅快速到车重新驶入弯道。 很久之后他们终于回到家。 但此刻的小美就变成了另一副样子。 武在背里眼睛瞪得大大的还一个劲的寒冷。 两人不清楚他到底看到了什么。 但作为朋友小帅决定回去接小王。 他让小夕在这陪小美。 他则在驾车前往傀儡岭。 再次来到洞口他发现了晕倒在这的小王。 他把他扶起上车再回家。 然而回来后他就发现小美不见了。 据小夕说小美是很诡异的就走了。 他也不敢问也不敢留啊。 但小王清醒后的第一句也是说小美中邪了。 原来之前两人进洞后就吵了起来。 小美情绪爆发说小王脚踏两只船。 他找小王理论小王还不承认。 就在两人争吵的瞬间诡异事件发生了。 小美开始摇头根本停不下来。 小王被吓傻了。 反应过来是就在洞口了。 然后他就晕了过去。 再然后他就被小帅救了回来。 所以他们再回来的小美是阿飘嘛。 但是从这之后小美就失踪了。 就如之前那些进洞里的所有人一样。 之后小夕给姐姐小慧讲了这个事。 小慧觉得小美可能就是和小王脑矛盾了不联系了。 小夕没有再解释。 只是给她姐看了一张小王在洞里给小美照的一张相片。 初看时很正常。 但细看密集恐惧症就要注意了。 小美的背后竟然有着无数双眼睛的。 故事到此结束。 第六级房东。 女人被经理针对了。 每天都把各种难对付的客户推给她。 因此女人每天都被客户骂。 被骂多了投诉就多了。 投诉多了经理就找她谈话了。 谈崩了。 女人失业了。 没有了经济来源也就交不起房租。 因此回到家后女人还要再面对房东的数落。 长此以往女人养成了一个恶习。 就是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时。 她都会不自觉的抓脖子。 现在脖子已经被她抓的伤痕累累了。 这天女人下楼倒垃圾。 可牌子上却写的非规定日期不得倒垃圾。 女人当时有点小脾气没管这么多。 但她前脚刚回屋后脚老太太就拎着垃圾找来了。 她不仅在女人门前大骂一通。 更是把女人的垃圾丢得她门前遍地都是。 很久之后当老太太走了女人才出来处理这些垃圾。 而她的神情也是从开始的委屈到最后的恶毒。 几天之后小慧来串门了。 女人很开心。 一不小心喝多了嘻笑声也大了。 这样便引起隔壁的不满用力地敲着墙壁。 小慧立马收敛声音。 而女人的心情也瞬间就不好了。 小慧看出来了就问她怎么了。 女人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转移话题。 不久之后两人又找到感觉忘记隔壁继续嘻嘻哈哈。 不知不觉间酒没了。 小慧下楼继续买了一大包。 回来乘电梯的时候就遇见了女人的房东了。 不过小慧与她打招呼她根本不理。 一副好像很生气的样子。 回去后小慧对女人说这件事了。 女人就告诉小慧那是她已故的房东。 就住在隔壁。 说话间老毛病又犯了继续抓着脖子。 小慧听到这就呆住了。 又听女人继续说。 其实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。 房东没了之后这里被决定要拆除了。 现在除了她所有人都搬走了。 小慧听到这头皮发麻不自觉的看向隔壁。 屋内瞬间安静空气都仿佛凝结。 但片刻之后女人绷不住的笑了。 说自己刚刚是骗小慧的。 小慧听后重重的输了一口气。 因为刚刚自己是真的被吓到了。 毕竟这方面的事她是真的经历的太多了。 所以也就太容易相信。 饭后小慧去洗了个澡。 可出来时女人就不见了。 并且电视机还突然故障惊得她下意识关掉了她。 关掉的瞬间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人影。 小慧见此下意识转身却什么都没有。 她想找女人就走出了房间正巧看到隔壁门是开着的。 于是她就打着手电筒走了进去。 一进门她就看到了老太太的那辆小车。 再深入她又看到墙壁上有个诡异的黑影。 紧接着她就看到老太太本尊了。 此刻诡异的老太太着实把她惊吓不小。 但让她更震惊的是, 这个老太太竟然小跑离开还不忘关上门。 小慧还没反应过来门外就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 透过猫眼向外望,她看到居然是她的朋友。 只不过此刻的朋友似乎与她平时认识的完全不同。 她没有什么形象的在门外破口大骂。 说老太太都已经挂了怎么还缠着她。 说死人就要有死人的样子怎么不懂适可而止呢。 话后还不忘狠狠的踹了一脚门。 当她离开许久之后,小慧才姗姗开门回去。 她看到桌子上女人买的食物。 明白原来女人刚的失踪是去了超市。 那之前电视机屏幕上的影子是什么? 幻觉吗? 女人问她去哪了她没说实话, 只是打去楼下散步了。 然后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。 第二天一早,小慧和女人告别准备回家。 期间她劝女人搬离这里, 但遭到拒绝。 理由是这里的房租超级便宜。 小慧听后没有再说啥转身离开, 再来到楼梯间站在电梯门口。 小慧犹豫了一下, 最终却选择走步梯下楼。 当她刚走电梯门就开了, 虽然只有一半但不难看出, 电梯中的人就是那个老太太。 故事到此结束, 看到六集了, 忽然意识到, 原来这个系列竟然是女主人生不同阶段, 遇到的各种不同的惊悚故事。 第四集小夕出现了, 这推翻了我第三集说她被献祭的理论。 不过除此之外, 那老太太肯定不是好人。 第五集看完不由联想到清水虫导演那个全民村里面的洞, 于是瞬间就不想说啥了。 至于第六集, 我个人觉得女人开玩笑的那段话是真的, 房东老太太确实嘎了, 这里也确实就剩她一户人家了。 那么问题来了, 老太太到底是怎么没的? 是她干掉的吗? 总之这个系列的小故事看得我直迷糊啊, 还是欢迎有意见不同的小伙伴来评。 聪子处对象了, 很浪漫, 认识五天了天天都有礼物还不充样的那种。 两人聊得正开心是聪子的闺蜜来了, 她过分热情的与聪子男伴打招呼, 同事还悄悄的对聪子说状态很不错。 之后三人离开了酒吧准备去下家, 闺蜜匆匆忙的叫了一辆车, 但却不是自己乘坐, 而是让聪子上车。 聪子见此没有动作只是冷冷的看着闺蜜, 闺蜜并不在意她对男人解释, 说你别看聪子现在这么正经, 她以前可是很疯的, 听到这聪子脸色也恢复如常, 感谢闺蜜教导的同事乖乖上车, 在离开后看着相谈甚欢的二人, 她脸色冷漠的吓人。 几天之后她找小慧算命了, 看爱情, 因为那个男人已经好几天没与她联系了, 说着她还给小慧看她与男人的相片, 让她看看他们是否有夫妻相。 小慧滑着滑着就看到他们三人的照片了, 看到聪子闺蜜的那一瞬间, 拥有通灵能力的小慧就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, 还没等她对聪子讲,她闺蜜就再次寻来并且还想知道聪子算出的结果。 在看到那男人的相片, 闺蜜告诉聪子放弃吧, 她并不适合她, 小慧全程看着她俩没有说一句话。 第二天, 小慧告诉聪子她闺蜜有古怪, 不然男人不会不联系她的。 但聪子不信, 还对小慧解释, 说高中时期同学们都欺负自己冷落自己, 使闺蜜站出来保护自己帮了自己。 所以她, 不是那样式的人, 并且聪子告诉小慧, 说她闺蜜想找小慧聊聊, 小慧听后沉默片刻最终答应。 第三天, 小慧随着聪子来到了一个很偏僻的郊区, 她闺蜜家就在这里, 一进门小慧发现这里的布置还真是别具一格, 屋内不点灯摆满蜡烛, 其中架子上的各种心理书籍引起了小慧的注意, 女人对此就解释, 说自己也是喜欢詹不喜欢面相喜欢研究心理学。 此刻女人正在厨房为她们准备午餐, 一边忙碌着一边嘟囔着自己曾经的过往, 小慧一面听着一面就注意到书架上几份备注名字的档案, 其中正好有和聪子约会的那个男人的, 小慧趁女人不注意就把她拿下偷偷观看, 这一看她发现女人竟然把那个男人查了个底朝天, 看到这小慧瞬间觉得那个男人不联系聪子挺好, 还是这时, 她就听到了一阵咚咚咚的声音, 她借尿段去寻找声源, 于是就在楼上发现了一个贴满锡纸的屋子, 在这里她看到了那个男人, 地下有很多道歉赎罪的文字, 那个男人也精神恍惚地用头一变变地撞着墙说对不起, 显然楼下听到的声音就是她发出来的, 跟上来的聪子也发现了这一幕, 她惊呆了, 想试图叫醒男人却发现根本没有毛用。 女人说男人有前科, 是自愿来到这里赎罪的, 小慧有些不敢相信, 可又无法反驳, 毕竟这里的门都没有锁, 她是随时可以走的, 不仅如此, 接下来她更震惊地发现女人打开了另一扇门, 从远处看那个房间的布置与这里一样, 她想邀请小慧和聪子留在这里, 她说要好好教育他们, 小慧没有回话, 但聪子却迫不及待地答应, 并走进了那间房, 时间转眼过去了几个月, 聪子突然从公司辞职了, 小慧在看聪子的朋友圈, 就看到了这张照片, 并复闻, 和超级可爱的可乃子同事怀孕了, 三个人的生活就要变成五个人了, 看到这小慧当时就偶了,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很反胃, 一旁的同事都看傻了, 难道小慧也怀孕了? 故事到此结束, 那么第九集, 蛇, 怕蛇的小伙伴也可以看哈, 全程基本没有蛇的画面, 故事开始, 一个女孩被他妈丢在了他外公这里, 女孩有怨, 就打院子里的蛇, 可以说房前屋后的蛇全都被她干掉了, 后来不知怎么的女孩就生了一种怪病, 一抓身上就往下掉小碎渣渣, 两个胳膊上也全都是红红的疤, 村里有个老太太很懂这些, 说这是蛇在作祟, 当这些红疤从女孩的背上连上的那刻, 她身旁的人就会遭遇不详, 老头听后吓坏了, 这身旁人不就只有我了吗? 而女孩听到这就偷偷的窃喜了一下, 不过谁也没发现, 老太太安慰老头说没关系, 带自己出个方子他们听话照做, 只要坚持三十天, 基本就要道病除了, 老头赶忙拿笔记住, 至于能不能坚持住就要看女孩的意思了, 画面一转好多年过去了, 当年的小女孩稍稍的长大了一点点, 此刻小慧坐在女孩对面正给她做占卜, 突然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把小慧整不会了, 她说自己只是个占卜的也只会占卜, 千万别问她其他事也别想要她帮什么她不想帮的忙, 至于刚刚听了她的故事, 小慧已经很迷茫了, 再要帮点什么忙那一会是不是要另算账了, 女孩听到这干脆就不讲了小慧也收拾收拾准备回家, 不巧这是外面瓢泼大雨, 小慧要老公来接还需再等一会, 期间小慧要接厕所一用, 不想中途总能看到一个老头的背影, 小慧问女孩是和她外公一起住吧, 女孩回答并不是, 小慧没再多问来到走廊继续打电话催促老公, 然后她就发现了一排湿湿的脚印, 再顺着脚印寻去她就来到了老头之前住的房间了, 此时女孩也跟了过来, 见到了女孩小慧为自己的擅自闯入而道歉, 可女孩不但不在意还告诉小慧, 说她外公就是挂在那里, 小慧的脚下位置, 话后恍惚间小慧就看到了恐怖一幕, 这把小慧惊得缓了好一回才缓过神来, 此刻她就想问女孩一个问题, 为啥要干掉那些蛇, 是为了宣泄心中愤怒忘记痛苦吗? 女孩说她要成为这个家的首领, 所以就要干掉阻碍她道路的一切, 虽然见多识广的小慧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, 但这个回答还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, 不等小慧再问什么, 她老公来了, 小慧赶忙和老公离开这里, 同时的屋中, 女孩露出美背, 这让我看到那些红霸已经全部连上, 第二天, 小慧买了鸡蛋在家中做法事, 说只要坚持30天女孩就能得救, 而她做的这个法事正好就是女孩之前没坚持下去的那个法事, 今天是法事的第一天, 画面再转28天过去了, 小慧行为古怪开始吃生鸡蛋了, 还是这一晚当小慧回到家她就发现家中遍地狼藉, 那个女孩也在房间中等待自己, 此刻女孩这个诡异的样子显然不是来叙旧的, 她在抱怨小慧多管闲事的同时, 准备出手干掉小慧, 多亏关键时刻小慧反应迅速逃离了这个家, 她老公正好回来了就看到了这一幕, 同时也看到从家中爬出的一条白蛇, 男人想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, 小慧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指着屋里, 男人见词只有走进屋, 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状况了, 小慧听晕重重舒了一口气又突然说什么没事了今天就结束了的话, 搞得她老头一头雾水, 第二天,小慧说什么终于成了, 还给她老公看了一张照片, 男人从中好像看到了什么但有什么都没说, 她想让小慧给她也占卜, 不想被小慧拒绝, 再看着在一旁玩耍的孩子, 小慧突然有感的觉得所有人都似乎有难受的事, 或不能对旁人诉说的苦恼与焦虑, 她很羡慕她老公, 总是嘻嘻哈哈一副很幸福的样子, 对此男人回到, 活着, 就是赚到了,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, 那么问题来了, 这张照片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吗? 我除了看到左边这位女士的腿比右边这两位白蝎之外, 没发现任何问题啊, 你们呢? 谁能告诉我? 另外九集看完了, 我想了想只有一句话做个总结, 那就是, 我会借房子没买成, 怪事还挺多。